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反控屋反核实将成为国民党今年直辖市县市长选战的重要操作议题。 国民党中常会今日通过近期展开雇健康、互未来公投联署行动要分别针对逐年降低火力发电厂发电量以及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等两项议题推动公投。 其中张化、云林、台中、南投等中台湾四个直辖市县市长参选人还将特别担任反空屋公投案联署提案领先人。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并当厂裁市要求全党全力推动公投并配合各地方组织系统以及直辖市县市长参选人、市议员参选人积极进行联署。 国民党发言人黄建豪指出,为了积极回应民众反对日本核实进口以及全台空污污问题,国民党要透过推动顾健康、互未来公投联署,为民众争取权益。 其中反空污公投案的主文内容为询问民众为了改善全台湾空污品质投票,减少火力发电厂排放下午2。 5. 危害国民健康是否赞成逐年降低火力发电厂发电量反核实公投案则询问民众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周边地区的食品进口。 黄建豪进一步指出,由于反核实公投的部分,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在前年已经累积了10万份联署,因此今后将直接启动第二阶段的联署工作。 此外,他也说,由于中部空污状况严重,将邀请云林县长生,选人张立善,南投县长林明珍,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以及张化县长参选人王惠美等四位共同担任反空污公投提案的联署领先人。 未来后续相关细节则由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说明至于提出时间目前尚未确定时程。 观看终节呐数据